各位朋友 下午好 今天下午我们看 我们 大概今天的温度 大概40度 现在越南时间已经4点多 下午 可是我们看现在还是很热 今天 我就决定去 摘 五花果 就是 等了好长时间 到今天 才有一个 成熟 我们看这边我发现有好多 蚕子在 五花果上面 去脱河 我看今天 我会 我看这两个还没成熟 要只有一个 这边而已 看 现在还要 这个 其实 这个五花果呢 我就等了 只是很长时间 看这边的果 会 什么样子 其实今天 太热了 全部我铺的这些刀草 我现在都忽畏掉了 今天下午 我还是 要继续的喷水 现在我会 把这个 带到里面 然后 看一下 好 我大概会在 这边 让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 很长时间 我们看 这个地方 幸好 还有 一些 黄皮 黄皮果树 在这边 这个该 这个太阳 好 我们 这是我们家的 外面 太阳是这边 西边 吃一点多 可是 很热 今天我会 打开一下 向我们看 啊 这果 还没成熟 是 感觉 这是很小的 切开之后呢 还是挺大的 今天 会 把这个 打开 还不是很成熟 啊 这边呢 应该是有些是太阳的问题 所以他大概 从这里还有一斑 这边 大概可以 这样子 好 这批的 还还不是很成熟了 那我现在 会 试一下 他 嗯 当然 这甜度呢 就是大概从这里 到这边 比较甜了哈 从这里往后 还没那么甜 哪 这样子 这样子 因为这边啊 这次呢 就是成熟的时候 他就是大概有一点 那个 飞扬 阳光的 湿道太猛 所以会 提早熟 而已 其实他的成熟度 还没达到 还没达到一个完整的 好啊 今天我的视频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时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给我留展 留下 评论和订阅 关注我的 频道啊 谢谢 谢谢